計程車司機直接停到門口 然後計程車司機 很慌張的衝進來說 後面有一個女生很喘 結果我們去把那個門打開的時候 不是很喘 是已經黑了 對 就是這個女生 她已經沒有心跳 沒有呼吸了 大家其實會小看的就是氣喘 有一天有一個30歲的女生 她其實我已經對她有印象了 因為她那個月 因為氣喘來到急診 已經是第四次了 她第二次的時候我們就叫她住院 那她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她小時候本來就有氣喘 然後開始她偶爾會發作 然後她20歲就開始抽菸 她只要抽得胸氣溫已變化的時候 她的氣喘就發作 結果那個月她已經來了第四次 第二次的時候我們叫她住院 她也不願意住 我們還預防性給她開抗生素 結果到第四次的時候我說這樣不行 那你不然你就是要戒菸 那你一定要回胸腔內科去看 因為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是只有說急的時候你才來急診 而且你如果一個月內 來急診的次數越來越多 你離家戶病房跟那個 距離越來近 對 往生次的距離就越來越近 對 我又把它講得很重 因為她看起來不聽話 也沒有回門診 然後四次了太誇張 還在抽菸 結果第五次的時候 那個月的第五次我記得 就那天計程車司機直接停到門口 然後計程車司機很慌張的衝進來 說那個病 後面有一個女生很喘 結果我們去把那個門打開的時候 不是很喘 是已經黑了 對 就是這個女生 她已經沒有心跳沒有呼吸了 我們趕快把它拉出來 通常還有呼吸有心跳的話 計程車司機還會在那邊等說 你要給我錢 對 計程車司機把她的包包丟到她身上 然後就跑了 太可怕了 我們就趕快把它衝去急救這樣子 結果那時候就一壓 我們只要壓胸壓 壓幾下 她就開始有心跳了 所以她的問題在呼吸 我們怎麼擠那個氧氣 怎麼擠都擠不進去 它整個就是 好像裡面塞起來這樣子 居然她不是坐救護車來 是坐計程車 對 她還可以跟司機說 請你載我到醫院 對 然後就在後面就黑掉了 對 然後司機 黑掉之前還把窗戶咬下來 對 所以路上還擠了一根 那時候就是趕快把它擠 然後擠不進去 所以就直接 就直接插管它進去 就插進去之後 我們把它接了那個呼吸器 機器一直叫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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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 氣也打不進去 所以它裡面真的是 收起來 所以我們用了大量的類固醇 然後濕氣管擴張劑 最後我用到強心 因為強心劑 它作用就是讓東西 血管收縮嘛 所以我讓裡面熟起來的東西 讓它不要腫脹 可以收縮 所以讓那個黏膜可以 不要那麼腫脹 讓那個氣體可以進去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在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這樣大量的用藥 一個小時之後 慢慢機器就不再叫了這樣子 那它就真的是送到家務病房 那時候請她家屬來的時候 她家屬說 她只是氣喘耶 而且她才30歲 因為大部分人都這樣覺得 對 可是其實我們在急診看很多 就是大部分都是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抽菸 然後後面就開始有這些問題 其實氣喘發作的時候很可怕 就像是有人拿枕頭壓在你 可是 吸不到 你推不掉 你推不掉 對 所以其實很苦很苦的 所以我現在要講一個是 小心肺結核病史 那 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其實是一個60幾歲的男性 他本身抽菸抽很久了 一天一兩包 然後抽了40年 他來是因為會咳嗽會喘 那這種變成很典型 就是抽菸之後 然後時間夠久了 我們就想他可能有這種 所謂肺阻塞 慢性肺阻塞的這種問題 幫他照X光做肺功能 肺功能就很典型 這個難怪他會喘 可是X光也看到有問題 他兩側上肺葉 我們就看到兩片白白霧霧的 這時候覺得 他是腫瘤嗎 可是又不太像 旁邊有點纖維化 他就問一下 阿伯其實年輕得過 肺結核 這種其實很常見 肺結核有時候 他就在肺部 有些人會留下 肉牙種組織 纖維化這種變化 一看這個很像 也有過去病史 好吧 那就沒關係 就定期照X光追蹤就好 所以他就在我們 一直在看肺阻塞的問題 哪要 我就習慣 肺阻塞病人 我每年就會給他照個X光 規律的追蹤到第三年 說今年的X光怎麼怪怪的 他左邊上肺葉的結結 那塊陰影 要變大 右邊沒有動 但左邊變大 這個不對 只要有長大 這就有問題 所以我們趕快幫他 做了一個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的確 就在原來的 肉牙種組織旁邊 一些有鈣化的這些組織旁邊 長出一個新的軟組織 但是我們通常一看 就是惡性的東西 做了切片之後 就確定它是一個肺癌 所以有時候在這種慢性的 曾經有肺結核感染過 肺部有慢性發炎 時間很長 它還是有可能會 產生癌病變 所以這個 如果有這樣子的病史 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在追蹤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產生變化 我現在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也是血管硬化的 只是它不是單純的高血壓 我碰到這個案例 是一個三十幾歲的男性 他來我門診就是說 他本身是一個做出眾工作的 他平常工作搬東西幹嘛 會覺得胸口 之前都沒有症狀 但最近覺得搬東西 會胸口明顯不舒服 休息一下會比較好 一開始他沒有放在心上 但是這個情形越來越嚴重 他開始搬一些 譬如說沙袋 或者是一些公料的時候 就開始明顯得很不舒服 所以後來就同事跟他講說 你要去看一下心臟歌 會不會心臟有問題 結果他來我們門診之後 我們有幫他排一些初步的檢查 其實心電圖X光 沒有看到太明顯的異常 可是我們會幫他排一個 後續的檢查 叫做灌注攝影 心肌灌注攝影 這個就是要看你心臟 到底有沒有缺氧 有沒有缺血 是不是真的有血管狹窄 這件事 他這個報告看起來 是有問題的 但這裡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所謂的心臟灌注攝影 它準確度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說它有可能報告說有問題 可是事實上血管沒事 這種年輕人很多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的報告雖然是有問題 可是說實話 一年年紀才三十幾歲 我覺得也許不一定是真的有問題 那要確定就是要做心臟管 就是看看血管到底有沒有塞 就是直接血管那個 我們講心臟管進去心臟看 就知道有沒有問題了 後來他也同意了 後來我們就住院來做心臟管 其實做之前 說實話 其實我們心臟科醫師 有時候有一個這個算怪癖 就是我們做心臟管之前 我們都會 讀讀看 猜猜看 這個病人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們就是我們會看 抓他的年紀 性別 還有他一些危險因子 就知道這個大概有沒有問題 像這個三幾歲的男性 我們就在想 我們幾個醫生在討論說 這個可能沒有問題 機會比較大 結果血管一打出來 那個血管一攻不大 都嚇一跳 它三條血管不但 三條都有問題 而且都很嚴重 為什麼 有一條完全塞住了 另外兩條幾乎塞了七八成 而且重點是 鈣化得非常嚴重 那一般年輕人很少會 這麼嚴重的概化 所以我們就開始問他 他有什麼生活習慣什麼的 血壓 血糖 膽固 可能說真的沒有到非常高 但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抽菸 他說他十幾歲 事實上從很小 他就開始偷抽菸 大概他 據他所說 大概國小五六年級 就開始什麼 嘗試 他也抽了十嗎 二十年 二十年 然後一開始可能就是 好玩這樣抽 但後來就是真的上癮之後 他幾乎一天要抽兩包以上 太多了 所以你說二十年 假設是一天抽兩包 其實就等於一般抽 差不多四十年 他的血管已經被破壞到非常嚴重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連支架都不能放 因為血管太硬了 放支架會有風險 對 而且三條都有問題 我跟他說 你這個狀況其實就 目前的建議來講 是要開刀 所以他就嚇一跳 他就三十幾歲 他變成要去開所謂的 繞道手術接血管 對 特別分享這個案例 就是要告訴各位 其實抽菸很多人知道對肺部 說肺癌 或者是慢性肺纖維化 可能有影響 但是比較少人知道說 其實抽菸對心臟的影響不雅於廢 有抽菸的人 勸他趕快戒掉 戒掉 不然將來還是會造成血管的問題 對 因為所有病裡面 可能也因為這個生活習慣不好 那個生活習慣不好 對 可是所有的生活習慣不好 都包括了菸在裡面 對 菸都一定有 都一定有 之前有一個病人 大概五十幾歲的先生 他就是做工地 一天大概兩包到三包菸 從15歲開始抽 來的時候急著是什麼 胸悶 胸悶覺得喘不過氣來 來急診的時候 一摸血壓真的有點高 180幾 然後心跳150幾下 第一個 心臟科的問題對不對 心肌梗塞還是怎麼樣 心臟頭貼上去 看起來是一個 心防戰動 所以是跳得比較快的那一種 VR那一類的 然後之後急診的醫師就問了一下 說其他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他說剛開始悶的時候 不會是那麼巧 同時又來中風 然後會診我們去看 然後看完之後 我們電腦斷程照了之後 發現他有一個舊的中風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我們懷疑他真的有一個新的中風 在那邊 還好他是在三個小時之內 所以我們就打了 靜脈血栓濃解的藥物 打完之後其實恢復都還不錯 但故事沒有那麼快結束了 他心防戰動 其實他屬於一種 比較不好的一個心率不整 因為很容易產生血栓 OK 然後我們住院之後 我們會幫他做了心臟超音波 從胸前照 照了之後覺得他心防那邊 為什麼有一點煙狀的東西 我們想說不會那麼衰 會有一個血栓在那邊 結果看到大概有一個 兩公分多的血栓 在他的左心防那邊 如果一打上去 那就大血管塞住 就很危險 而且那個血栓卡在那邊 你的伴摩是沒辦法很好的關 沒辦法好好的關的話 就很容易造成他的心臟衰 而且是可以解釋他為什麼 才50幾歲 心臟收縮率才那麼差 所以那時候是告訴他兩個選擇 本來心防戰動 我們就要吃抗凝血的藥物 不是吃抗血小板藥物 另外一個更積極的做法 有可能就要開刀 或換半膜把血栓拿掉 可是一講到心臟 要開刀 每個人都很擔心 所以跟他討論了很久 他說他戒鹽 戒了鹽 我們就好好的吃抗凝血藥物 吃了半年之後 其實我們在做十道超原波 還好 血栓不見了 而且他沒有新的中風 意思是 可是他的半膜其實已經受損了 他心臟受受率 其實沒有回來太多 到最後其實也是請 心臟外科 評估最後還是要換一個半膜 肺部受損 不死也重傷 一旦受傷不可膩 肺部裡面的疾病 真的得到之後 就很有可能就回不去的疾病 先各位說明的是肺癌 肺癌其實我們正統是分 小細胞肺癌跟非小細胞肺癌 不過大家還是常聽到肺腺癌 肺腺癌佔 國人所有的癌症裡面 大概佔七成左右 那麼多 肺腺癌其實除了說 傳統我們能知道說 危險因子是抽菸之外 得到的目前都是 比較年輕的女性 所以我們就會推論說 會不會是跟炒菜的油煙有關 會不會是跟這幾年 PM2.5 PM10的這些 不過其實肺腺癌 我們知道台灣的女性肺癌 最常發現的縣市 其實是台北市 是喔 所以說跟煮菜的油煙有關 我很多的在住台北的女同學 她也都不煮菜 至於是這個肺腺癌的癌症的話 那麼可能就是跟吸菸 這真的有關係 像領狀上皮癌 這個都發生在一些老煙腔的患者 或者是說一些工作環境 或者是我們一些建築材料 像食棉等等這些都是 講到另外一個 可能得到就回不去了 會很擔心的是 我們肺部就像一個 非常新鮮的絲瓜一樣 裡面都是肺泡 那麼可以做氣體交換 那麼如果說它產生肺纖維化之後 那這個鮮嫩的絲瓜 就變菜瓜薄了 對 就變硬了 對 就變硬了 那麼變菜瓜布之後 那麼它就回不回它的彈性了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不可逆的狀態 那肺纖維化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典型稱的 非特異性 不明原因性的 也就是我們最近一直 新聞報導很熱門的 菜瓜布肺 菜瓜布肺既然是不明原因性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 常見的患者知道 推論出幾個原因 比如說年紀是一個因素 那麼 抽菸也是一個因素 那麼最近上個月 台大的研究團隊發現 它其實跟遺傳有關 比如說它跟一個內子網的 特殊蛋白的基因有關係 那麼至於是跟這個 找得到原因性的 這個就一般會比較好處理 因為找到原因的 通常病因處理完之後 大概大部分的肺纖維化 還是可以治療到一定的程度 比如說可能是 藥物引起的 比如說是感染引起的 比如說我們知道 像不論是流感重症 或者是新冠肺炎重症 最嚴重的時候 也都會導致肺纖維化 COVID-19跟這個有關係 跟有關係 因為COVID-19或是SARS 在重症的患者 它產生這個 激心呼吸窘迫症候群之後 都可能會留下肺纖維化的 後遺症症 我就舉一個 我自己遇到一個Case 那麼她是 40多歲的女性 她其實一開始 是咳嗽 胸悶去求診 S光照就發現她兩邊 其實就是有一些 比較不典型的肺炎的症照 看了好多診所 一開始都說 你這個是肺炎 那就開了好多抗生素 吃了也都沒有好轉 很奇怪就是不發燒 可是S光每個10個醫師去看 幾乎有9個都說她是肺炎 那麼後來 轉到我們這個胸腔科來看之後 我們發現她的 她其實是有肺纖維化的症狀 幫她做電腦斷層之後 也確定是肺纖維化 那麼幫她抽常見的一些 可能的因子 比如說類風濕性關節炎 這些女生 比較可能會導致的因子 抽了全部都沒有 最後就問她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吃什麼 來路不明的藥 有可能是藥物引起了有沒有 她才想到說 她其實最近這三個月 因為反覆的腎結石尿道感染 然後都去診所拿抗生素 也一直反覆感染 後來抗生素就吃好久 她吃的是一種 那麼就推測是這個抗生素所引起 後來趕快叫她停抗生素 然後趕快給她一個定量的類固醇 後來她其實有恢復一部分回來 不過已經印掉 纖維化的部分 其實就沒有辦法回復回來 那個就不可逆了對不對 蠻猶豪的 現在不是有一個 大概幾分鐘都照完的那種 目前在早期肺癌篩檢裡面 還是低級量電腦斷層 是目前最有效的一個力氣 而且很快 躺在那邊掃一次就有 然後她就看 怎麼有 俗成了很多毛玻璃 自從有這個機器的時候 周遭的人每個都 所有照出毛玻璃 其實如果四五十歲去做 低級量電腦斷層 多少都會有一些 這邊髒髒那邊毛玻璃 所以會建議一些高危險族群在做 比如說她抽菸已經超過 超過20年 而且每天都至少一包以上 比如說她已經超過了50歲 比如說她家裡的這個 一等星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肺癌的 那麼這一些病人 去做低級量電腦斷層 比較有她的一個CP值在 我有一個45歲的一個男性 他是長期來我這邊看糖尿病 也看得到在10年左右 但是因為糖尿病 他控制時好時壞 這傢伙最糟的就是有一個 抽菸的一個習慣 他有時候壓力大 一天可以抽到兩包三包 都沒有問題這樣 因為你要知道抽菸 也是造成糖尿病 一直不好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抽到後來 其實有時候會說 他上下樓梯都有點喘 因為你知道糖尿病就要運動 你要加運動 他說我運動就會喘 但是重點來了 他這樣子還可以過生活 可是就很不幸的 有一次就是他在我的一個 悶診回來拿糖尿病的藥室 我說陳醫師好 最近也有血變 血變了快兩三個月 斷斷續續 我就說你這樣不行 抽菸習慣了那麼久 又有糖尿病 都是大腸癌的高罹患的一個族群 又40幾歲 結果一做 真的是大腸癌 開刀其實只要 現在就微創手術 三個原子比小動就好 所以其實很多病人 你這樣子加清腸加開刀 加住出院 三到五天其實我大腸癌病人 以這種青壯年的男性這樣就好了 可是問題是這家 他就是因為他已經抽菸 把他廢的本錢用掉很糟了 已經有廢氣種這些狀況 所以他開刀最大的風險就在於說 我說麻醉科跟我們胸腔內科 素前都會跟他做一個評估 就會擔心說他開完刀之後 他這個管子會拔不掉 所以一個40幾歲的人 開完刀就去加護病房 拔了兩個禮拜他就是拔不掉 後來因為我們進加護病房 會有加護病房的專責醫師 看他兩個禮拜都沒有什麼進展 加護病房的主治醫師 就叫他太太來 跟他 然後而且病人也是清醒的 整天咬著管子在那邊 搖頭點頭這樣 那就跟他講說 就已經跟他說要做氣切 然後他就打死不要 拚命搖頭 打死不要 他就是要拚就對了 結果後來他又再隔了一個禮拜 又併發一個很嚴重的一個肺部發炎 又血癌有調 差一點要放葉克膜 然後他就是死撐活撐 在裡面撐了一個半月之後 老天有幸讓他真的把管成功 然後就轉普通病房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你這一次真的嚇到了 你上天已經給你機會 你真的不要再抽菸了 後來他當然這前幾年就有聽進去 結果因為大腸癌後面都要追蹤 結果後來追蹤到大概兩年半的時候 其實聽了有一點心寒 他太太又說他起死 陳醫師我跟你講 他開始有偷偷在抽菸 然後後來那一次回來 我就把他叫進來 還罵他 我說這一次教訓這樣 你還不怕嗎 他說沒關係 反正真的有事 我相信陳醫師你還是會救我的 他把壓力丟給他 壓力丟給他 不是救不救的問題 而且你會有 你看躺到病腸上會這樣 好舒服 他是一輩子 你能拖多久就是越來越糟了 所以你要造成這樣 生病當然都有痛苦的地方 你要什麼痛苦 這種痛苦你要嗎 你呼不到空氣 對 那是不可逆 不是說你待久了就慢慢呼吸就好了 不是 像我媽媽 她應該十幾歲就開始抽菸 然後我十六歲 就是終於說服她不要再抽菸 然後她都OK沒事 一直到她差不多四十幾歲 她四十幾歲就來台灣找我差不多半年 然後可能因為是天氣還沒有適應 並加上空氣 她就是突然一個台灣的冬天 氣床發作 她生命中第一次 所以我們兩個都嚇到 因為我也看不懂氣床 我從來沒有看過 然後她也不知道她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把她送去台灣的急診 台灣急診很厲害 非常感謝 四千塊就跑掉了 這美國可能就四千美金都不夠 可能還在教那個 然後 但她就給她那個叫什麼 器官擴張 對 器官擴張劑 對 這個東西 然後她就是用這個一段時間 然後一直到她回去美國的時候 然後她就是那時候在用運動來改善 這個氣床的肺部的問題 但是她有一次在美國冬天 冬天 美國冬天更冷 然後她在外面運動 跑步 突然就是因為一直吸收很冷的空氣 然後她就是突然又發作 然後就是又 幸好還有那個 從台灣帶過來的那個東西 對 這樣 謝謝你們 其實我們講大腸來的篩檢 一般講50歲以上是有原因的 因為統計的結果 50歲以上就有7% 可能會等到大腸來 那50歲以下 50歲她其實不到3% 你就是怕那個3%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她是有一個比較折衷的方法 其實假設大家會擔心 沒有家族病實的話 其實可以 因為分辨前血 它比較沒有侵入性 它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我先講我的案例 就是一個 來我們門診是一個 64歲的家庭主婦 她也沒有什麼特別病實 也不會抽菸 也不會喝酒 吃冰糖這個當然都不會 她沒有什麼 然後也不會愛吃燒烤 它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半年 它有時候就會大雪變 有時候會黑紅變 然後它身高其實很嬌小 就140幾公分 140左右 它體重從 55公斤掉到了48公斤到47公斤 就掉了6 7 8公斤就對了 來的時候我們看一看 問一問 這個我們就很擔心 因為就會有黑紅變 所以就會問她說 最近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她說 我們就幫她排了大昂鏡 大昂鏡一檢查 她大概進去到30 40公分的地方 就看到腫瘤了 我們就幫她做切片 後來證實是大腸癌 後來這個案子 我們有一直反覆去問她說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素原因 其實誠實說 她幾乎沒有什麼任何危險因子 不過後來問了一個就是說 她家人有講 她就是喜歡菜 都是她最後都是她吃 然後她喜歡把剩菜剩飯 都把它冰起來 然後有時候第二天或第三天 甚至第三天會拿出來吃 這不是一般媽媽的故事 對 但是現在有跟大家講 是說其實這個之前就有研究過 如果我們的飯 食物在煮熟之後 兩個小時之後 它細菌量開始慢慢會上升 如果我們真的要吃的話 盡量要提早把它拿去冰起來 或者你一開始就分食 因為你口水沾到之後 裡面的細菌量會上升 細菌會讓我們食物的酵酸眼淚 是會上升增加的 這時候你去吃這些 再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可能裡面的酵酸眼 就會讓我們得到胃癌跟大腸癌 過去在沒有冰箱的年代 沒有冰箱的地方 食物容易腐敗的地方 它胃癌比例是特別高的 大腸癌在當時 就沒有做這個研究 大腸癌因為是這幾 比較近期的研究 當然這個媽媽本身 就已經60歲以上 60歲以上在台灣的研究 所以其實年紀本身就是危險因子 加上它可能有這些生活習慣 可能就會讓它 比較容易得到癌症 素食的研究 在國內研究 癌症比例是沒有下降的 原因是因為台灣的素食者 太多加工類食品 我剛剛講的 什麼麵筋 對啊 那在國外 有少部分研究是認為 素食主義者在國外 它的癌症比例是有稍微略低一點 有略低 但是在國外不是在台灣 所以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認為 我認為如果不考慮 肌少症的問題 我們只是考慮大腸癌的問題 蔬菜水果多肉少的 是的確會有好處 但是這個是要平衡的 原因是因為你 所以這之間要取得一個平衡 那個 我覺得 講到大腸癌 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 滿有經驗的 為什麼 滿有經驗 我現在是一個只有工作者 在我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有時候 肚子會開始有點痛 悶痛 然後那時候其實工作很忙 所以其實也沒有去留意一下 因為痛一下又不痛了 當時那時候用作息 滿不正常的 再加上外食 然後其實也不怎麼愛運動 所以直到有一次 我在就是跟我一個朋友見面 他就說 你的臉色感覺有點怪怪的 然後我說 我最近是 應該是保養得還滿好 所以皮膚滿白的 對 然後他就說不是 那個白感覺跟 保養那個白是不一樣的 沒有血色的白 對 完全是沒有血色的白 然後他就說 我可以給他看一下夏顏姐嗎 結果他一看 全部都是白的 然後就說你這不對 趕快去看醫生 所以那時候大概在2009年的5月 2009年5月的時候 我就去掛 就去急診 然後那時候 醫生就幫我抽血 整個抽血這樣看下來 所有的指數基本上 包含了 然後再加上那個 血紅素 最重要是血紅素 我那時候已經到4點多了 其實到4點多 妳都變得不出血 對 就 因為它是慢慢的 所以其實身體 適應了 適應了 已經沒有感覺 對 它適應了 對 已經適應了 所以那時候醫生說 其實非常的危險 然後就要找出 到底是哪裡是出血的原因 所以就幫我安排了 長靜 胃靜 就在我深潔長的地方 就發現有 那個腫瘤在那邊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安排開刀 然後開完刀之後 化驗就是 那時候是大產第二期 第二期 第二期 所以那時候醫生說 開得很乾淨 那接下來做預防性化療就可以了 然後做完之後 然後他說做完之後 再做一次全身的檢查 那時候是2011 大概是2010年的年初了 然後就很開心的去聽報告 看電腦斷層就說 你現在在附膜的地方 已經長出了一個 大概10公分 這麼大的腫瘤了 有那麼大 對 就已經長出來了 對 而且也有 擴散和轉移的跡象 基本上現在就是末期 末期 你不是第二期嗎 怎麼又變末期 就開完刀 然後化療 然後接下來檢查 就身體就 就變末期了 那時候 那你不會 那是10年前 那現在 還活著 這個 當然 那個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醫生說 其實那個狀況是不能去 不能開刀的 而且也都 就轉移的跡象都有 我就問醫生說 那我這個大概還有多久 他說這種情況大概 應該不到三個月 結果當下心情 我覺得很震驚 那時候 因為我是開開心心 進去聽報告 以為整個療程都好了 結果沒想到聽到說 你變末期了 沒有 其實聽到當下是真的哭不出來 對 我是一直到家裡面 回到家看到我家的狗 那狗過來 我才整個哭 那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變這樣 不是都治療得好好的嗎 可是後來我想說 與其三個月我要哭哭啼啼的過 那還不如三個月我就 那妳還有繼續工作嗎 沒有 然後那時候其實當下 我就是接到這個報告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有點難以接受 然後所以 後來我就是有轉 我有轉院再去確認一下 我是不是身體真的是這樣 那醫生也是跟我說 真的就是末期 然後而且其實也 如果加上化療跟標靶 加起來做 頂多大概10%以下的機率 對 可是妳沒有放棄治療對不對 一直治療 我就 我那時候沒有放棄治療 我就一樣是有治療 我想說10%那麼低的機率 對於我自己如果自我調養 改變生活作息 保持了就是心情愉快 有點難心情愉快 不過還是讓自己保持心情愉快 因為我覺得 自己要對自己的健康負責 而不是全部交給別人 就一起來努力 對 好棒喔 是這樣 然後同年 201年的5月 再做一次電腦斷塵的時候 發現那個腫瘤 從10公分 變成2公分 變成2公分 我就很開心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會吵著不要做化療 然後醫生就說 那不然你就可以 安排開刀 因為原本是 沒辦法開 因為腫瘤太大 就在鋪膜 沒辦法開刀 現在2公分可以開了 對 2公分現在就可以開這樣子 開刀前的一個月是 沒辦法做化療 因為要提升免疫力 所以那時候我就到處 就玩得更開心 這時候心情可以更好 更好 更開心 然後接下來 7月的時候就是開完刀 整個就是開完刀之後調養 然後一直到現在 其實每一年的這樣檢查 每一年的檢查 也是保持了良好健康 要固定追蹤對不對 對 我請問一下 妳當時有跟家人講這件事嗎 有 他們都陪著我 我覺得其實家人朋友的支持圈 當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的支持圈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們跟你一樣正面是很重要 如果他們一直哭 你也會壓力很大 一直哭 我還要安慰他們 對 妳還要安慰他們 可是有的人沒有妳那麼幸運 他會相信民俗療法 是 妳有曾經尋找過民俗療法 我本身有信仰 就是基督教 所以妳相信儀式對不對 對 所以早上其實就是 感謝新的一天到來 然後就讀聖經開始 接下來去接觸大自然 因為大自然有很棒的療癒能力 我就去爬山這樣子 然後家人陪著我這樣走走 然後最後晚上的時候 又跟自己的細胞 就是說我們要一起加油 一起變健康 對吧 就睡著 就一直到現在 什麼時候開始去找工作 我一直都是屬於自由結案 對 那一直到最近 之前原本就想說 我恢復健康就好 家人也說你恢復健康就好囉 對 然後結果後來 越來越健康了 他就說 那妳的經濟怎麼辦 對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妳如果經濟才有名字 是治療還是要錢 對 對 經濟那時候其實是因為有保險 就是支持我 對 然後所以就是 其實治療的費用的話 我覺得那時候做好規劃 所以是 是可以過去的 是 對 然後生活的經濟的話 就要加油 對 要全心全意的 因為有的人會轉向 要聽這個治療 要聽那個治療 要延誤妳的治療 妳講嗎 我為什麼這樣講 他說 如果你平均多做一個小時 你對於 後一個患者是這樣 一個40多歲 他高血壓 其實他控制得很好 他每次回診 我看他血壓紀錄本 都很棒 他就每天都早晚量一次 他後面還會註明說 他今天做了什麼運動 你就看他寫2K 3K 可能今天跑了2K 那天跑了3K 或打個羽毛休息 寫個羽球 我覺得很棒 血壓控制得很好 所以都三個月一次 就固定拿鼠方簽 都還算穩定 有一陣子他沒有來回診 後來又再出現 他跟我說前一陣子 他外派去大陸 那邊工廠在做轉型 所以他後來又從大陸回來之後 又繼續拿這個藥 繼續在控制 可是我又發現說 他還是有在運動 寫一樣寫2K 寫3K 可是他血壓就比以前 通吃量一樣的藥 就高了起來 收縮壓大概高了快要10 數量壓高了快要5 我說妳自己什麼改變 是最近是睡不好嗎 還是說口味重比較 吃東西比較沒有控制 他說 他以前在工廠負責廠物 他就要去巡機器 每天就在工廠一直走一直走 到處巡機器 然後工廠整個轉型 今天全部自動化 他病人每天要 盯著螢幕 他又坐在辦公室前面 就看著每一個螢幕 可能就一坐坐8個小時 坐10個小時 他發現說他再怎麼運動 好像就沒辦法回到 以前那個血壓的水準 所以我就發現說真的 臨床上有一個講法就是說 我們即使很認真的運動 或怎麼樣 有時候真的抵不過這個 所以他們就講一個新的口號叫 一直正在謀殺你 以前的農夫要下庭耕作 現在美國的農夫 用電腦就灑水灑藥 真的 這種農夫怎麼會健康 對 對不對 就像現在的年紀人 出門還滑板 對 電滑板 對 我心想 你平常走路時間 都那麼少了 大家找時間去走 那我曾經聽過一個 很有趣的講法 他說我們現在這種 坐著的這種生活型態 就好像是這種新的抽菸方式一樣 你就研究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每坐一個小時都不動 你腳踝固定不動 日本人統計的 你好像都抽兩個音的效果一樣 就對於心血管 對於代謝疾病的傷害是很大的 我舉一個例子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患者才28歲 一個年輕的女生 她本來的身體的狀況是非常 她是練體育的 然後因為個人規劃 她決定就放棄體育 然後就進入公司上班 在公司 在公司上班了三年多 就是一般的辦公室辦公 這樣子三年多之後 在去年 血糖高到250 糖化血紅素9.8 她覺得自己很驚訝 我就說 你要把你的運動的習慣抓回來 你就你有這個本錢 你有這個背景 你可以很快就把你的肌肉 鍛鍊回來 好好的運動 她兩三個月之後 血糖突飛猛進 只用一種很單純的藥 很快就降到正常 所以我就預計說 你這樣還是可以 完全不用吃藥了 所以告訴我們說 其實做的這種生活型態 對我們的傷害是很大的 我們現代人不斷是在看這個體重 看BMI 然後最近流行看腰圍的 腰圍就是男生不要超過90公分 女生不要超過80 還有一個很值得參考就是 所謂的體脂率 對啊 體脂率其實很容易可以測量 就像大家有很多這種 家裡面有很多一種機器 就可以測了 我們有一個認定說 大概30歲以下 男生是希望不要超過20 女生不要超過24 那30歲以上的話 男生不要超過23 女生不要超過27 所以我們現場 好像今天有準備 我們這個體脂肌 可以給大家做個 妳覺得誰可以量 我取愛妳可以量 誰會量 因為我其實是隱形的胖子 我其實以前有 就是有健身開始就會量體脂 然後量了之後才發現 我是隱形的胖子 我體脂超級高的 看不出來 每次碰到小禎就要罵妳 妳看 運動都不來 對 我現在體脂超高的 是嗎 妳為什麼有感覺 妳有超標的 沒有 因為我就是 最近運動量也比較少了 沒有像以前 因為我們那個教練 已經回美國之後 我們就沒有 我就沒有再像小禎這麼勤 那妳就量量看 其實妳體型不會量量看 但是我就是隱藏性的 現在這種體重器很多功能 對啊 這個34是 體脂肪 就是 我如果說妳感覺好像 皮下脂肪不多 低脂肪高 我就會擔心說是 內臟型的肥胖 所以內臟脂肪越多的話 表示可能 脂肪肝 或其他的危險性 就比較高 所以真的要加強控制 運動 運動 飲食也一樣 對 飲食跟運動一定是 雙管膝下效果會比較好 我覺得追劇真的很可怕 我們一個病人也是 他就是 就是大家說外面的 空汙很嚴重 他本來有去 那運動的場所超長的 然後又開始 就是人家他不出去走 又追劇 就默默半年內 就重了五六公斤過來 馬上就 一次在驗那個驗尿過程中 就發現很厲害的 這個尿糖 就驗血糖也是都150級了 所以我們剛剛跟他講說 要吃血糖藥的時候 他也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不過其實真的只要開始動 其實都很容易就控制下了 其實追劇也可以放在跑步機上 快走一遍看一遍走 對 最好的方式 而且有的人觀念 可能會去運動兩個小時之後 接下來六個小時都動不動 都躺著 坐著 對 那醫師觀念之後 一個小時後就要動一下 動一下 稍微動一下 對 建議至少每30分鐘起來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